自从林志玲和日本艺人Carrie结婚后 就变得异常低调 曝光顾度大大减少 7月8日传来了关于林志玲的最新动态消息 林志玲现身在5月天的自创潮牌 7月13周年庆祝视频之中 虽然该视频很短 但看到了很久没有见到过的志玲姐姐 而且结婚之后她背话还是蛮大的 不少玩偶在看到视频之后纷纷留言 完全看不出这是林志玲 视频中林志玲只有上半身出镜 身穿黑色短袖上衣 头上戴着黑色背雷帽 一边走路一边录制视频 愣大家熟悉的娃娃音向品牌送上祝福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视频美颜滤镜开太大 林志玲脸上的五官也变得尤为突出 不仅渐渐的下巴格外抢紧 具有巴掌大的脸型 也让原本就已经十分挺拔的高鼻梁 在镜头前显得有些突兀 除此之外 一双专属于林志玲的大眼也变得一些许不自然 如果没有认真辨认 不但很难认出视频中的女生是林志玲 甚至还有种撞脸张萌的错觉 由于之前的女生形象相差过大 甚至还交到了不少网友对齐 是否因为专心被运而导致样貌变化的调侃 林志玲去年11月 与老公黑子良品在台南举行婚礼 除了婚后那段时间 夫妻俩合体拍摄时尚杂志之外 就嫌少会公开露面 林志玲也减少了公开露面的时间 工作也停工 团队也表示林志玲正在备孕中 不过这次露面 林志玲只有半生出境 并不能判断是不是已经怀孕 虽然林志玲夫妇没有正式对外官宣怀孕 但从林志玲拼华的努力程度来看 也是迟早的事了